要想短线玩得好,一买就赚钱,那么怎么看龙虎榜,你就必须要掌握到。 喜味溢价,油资的操作手法,他们惯用的习性,通过那些大油资的买点,我们就可以判断他们的成本价,就可以大概判断出他们第二天的意图。 而通过上榜的股票,我们分析当下的行情,是成长趋势股,还是情绪流连半股,还是说做题材股,那有些朋友要问了,那我只要跟着龙虎榜就能踩到市场的节奏吗? 显然不是啊,好比有些大机构就是专门喜欢砸盘,你好不容易拿到一只涨停的票,那你一定要去看一看龙虎榜, 如果你运气好,刚好这几个大机构和油资也买了,那你就要小心了,第二天开盘的5到15分钟,你就一定要重点关注。 如果说低开,不能快速翻红,你就要跑,如果高开,不能快速突泡,你就要只赢一部分,而剩下的呢,就要再看分时撑接。 因为这些喜欢砸盘的,他就是土匪,就是强盗,他们专门抢你的涨停板, 这就是你拿了涨停,账户也赚不到钱的原因。 至于这些喜欢砸盘的大机构,大优资,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下,由于啊,过于机密,这里不适合直接说出来, 我把它发在今晚的长门里,大家赶紧去看,过两天呢,我就会删掉,看到长门的朋友,自己记下来就行了,千万不要转发出去。 好了啊,我们言归正传,今天这一期啊,我就带大家一起探寻龙虎榜的秘密。 那么看完这一期视频啊,你就能够掌握龙虎榜宣估的精髓。 大家好,我是无双,今天带来无双看盘系列的第三期,龙虎榜。 首先,我们要先了解龙虎榜,我们还是以这个同某顺软件为例啊, 我们看一下龙虎榜在哪里啊,龙虎榜在这个位置啊,我们点击一下这里。 好,在这里啊,就是龙虎榜。 那么,我们一共需要用到三个板块,也就是龙虎榜首页、图谱和营业部排名。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,我们先看龙虎榜首页。 那么首页这里啊,你就可以查看每只股票龙虎榜的上榜情况。 这里呢,还可以搜索股票。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,这个后面就是这只股票各营业部和机构的上榜情况,以及具体金融。 那么当你看好哪只股票的时候啊,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进行搜索, 然后查看它各个营业部的入住情况。 当然啊,我们这里还可以查看任意一天的某只股票的上榜情况。 这是我们说第一个板块啊。 那么我再看第二个板块,龙虎榜的图谱。 这里啊,就比较简单啊,大家一目了然。 我们就可以看到啊,在某个大游资,比如说张蒙主啊,赵老哥也好啊, 他们对应的营业部情况,这里都有连线连在一起啊。 后面,也就是他们当天进行操作的股票。 那么不同的游资啊,对应的不同的营业部, 后面呢,也对应的是他们进行操作的股票。 那么这个板块啊,就很重要。 也就是我们前面提起的啊,根据不同游资和机构的不同特点, 我们呢,可以针对性的关注他们的资金动向。 好,这第二个板块啊,还有最后一个板块啊。 那么这个板块啊,就是营业部排名。 那么这里呢,就是把各机构的活跃度进行了排名。 他们这个排名啊,主要是根据上榜次数来的。 那么周期呢,你可以选择一年,一个月,或者是一周, 在这里进行选择。 那么我选择一周的话啊,我们可以看到啊, 专用机构啊,在这一周上榜次数197次。 所以他排在这第一位。 那么我们选择了这里之后,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? 我们还可以看到啊,这个机构它具体买了哪些只股票。 那么下面这个第二个窗口啊,我们可以看到, 具体某个机构哪天操作了哪些股票, 还是清清楚楚的啊。 甚至来说啊,我们通过第四个窗口, 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, 他们是在具体某个时间点进行买入的。 而且每个时间点买入多少也能看到。 是打板进,是最高进啊,也都能看到。 如果一个营业不老,打板买进大量的股票, 那么这个股票第二天的走势啊, 我们就可想而知,对不对? 好,所以说龙虎榜给出的信息啊, 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。 不需要我过多强调。 这里只是告诉大家龙虎榜怎么看。 那么具体到怎么使用, 或者说我们如何通过龙虎榜来选股呢? 那么接下来我要对大家进行重点介绍。 选股啊,我们可以分为三个步骤。 第一步,我们要锁定重点营业部, 尤其是那些经常上榜的营业部, 比如说机构专用。 第二步,我们要找到这个营业部啊, 近期的所有操作。 从而知道这个游子啊, 它喜欢的标的以及操作风格。 以及当我们在龙虎榜中看到它买入和卖出的时候, 这个股票的价格走势是怎么样的? 这是我们说第二步。 那么第三步,也就是说我们找到规律之后, 我们可以将当日或者是近几日的净成交量进行排名, 找到那个买入资金量很大。 那么所属板块呢又处于热点的股票, 我们进行关注跟踪。 这个第二步和第三步啊, 工作量有点大。 这也是我们做股票的每天看盘花费时间多的原因。 因为我们除了龙虎榜啊, 我们还有很多的信息数据啊, 需要处理。 所以说啊, 买股票想要赚钱, 还是要下点功夫。 好, 那么接下来啊, 我们就以龙虎榜的带头大哥, 也就是机构专用席位为例啊, 来给讲述一下, 如何运用机构专用席位的操作特点, 来捕捉投资机会。 关于机构专用席位, 他们一般操作呢都比较稳定, 当然啊, 也有激进性的。 这种呢, 一般是在次行股, 或者是啊, 买入金额比较大的时候才会出现。 机构买入之后, 股票啊, 一般不会挤着拉升, 都是慢慢慢慢的涨, 但是一般呢, 也能涨到百分之二十左右。 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, 机构专用席位啊, 一般它都不会追高, 主要都是低位潜伏, 如果在高位买入, 就很有可能是假机构在帮别人接盘。 所以啊, 如果遇到机构席位在高位买入, 这种股票一般建议的不要关注。 那么下面呢, 老师就通过几个例子啊, 然后再给出龙虎榜具体的使用方法。 我们先来看一下, 这只股票在6月4日的时候啊, 它龙虎榜的情况。 我们可以看到啊, 它的收盘价是19.44元。 那么两个机构席位呢, 合计是买入了大概是7500万元左右。 那么, 我们通过它的日期研究, 我们可以看到啊, 在6月4日这一天买进, 那么到了7月25日的时候啊, 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啊, 它的最高价已经达到了37.2元。 那么它的最高盈利值啊, 就高达了115%左右。 这就是机构票的强大表情。 好,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啊, 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啊, 它在5月10日的时候啊, 它的收盘价是19.42元。 那么也是两个机构啊, 一共合计是买入了一个亿左右。 这里可以看到金额啊, 那么我们回到日K线图啊, 我们可以看到啊, 它在这个机构啊, 在这个位置买入相对比较低。 那么到了8月2号的时候啊, 它的收盘价就已经高达51.73元。 那么如果是在这个点买入这个股票啊, 它的盈利啊, 就有200%左右。 我们看完这两个例子啊, 其实我们大家就应该知道, 我们说龙虎榜也好。 其实啊, 我们龙虎榜最主要的目的啊, 就是为了监测主力庄家他们的资金流向, 从而判断他们的行为。 而主力庄家的一些大的资金流向, 它又没有办法避开龙虎榜。 所以龙虎榜的重要性这里又体现出来了。 好, 我们给大家叙述一下龙虎榜选股方法的核心利润。 它就是要利用著名游资的资金动向, 掌握著名游资在某个时间段内的某个交易习惯或者规律, 从而捕捉到强势股, 获得利润。 好, 那么重点来了啊, 龙虎榜选股的要点有哪些? 我们说在股价上涨的初期啊, 如果出现了机构席位大量买入, 那么呢, 我就给出大家四点操作建议。 第一, 机构席位要出现在买一处, 那不能是出现在买四买五上。 我们都知道啊, 一般炒股软件显示的都是买一到买五, 那么付费后呢, 可以当买十。 出现在买一啊, 是表明这个股票在被积极的买进, 而不是在挂拖单, 在拖住价格。 好, 这是第一点啊。 第二点, 就像咱们刚才前面看的这两个例子啊, 它至少要有两家以上的机构席位同时上榜。 我们看到这两个例子都是啊。 好, 那么还有最后一点, 也就是交易金额。 那么交易金额当然是越大越好, 那么这些机构的交易金额合计呢? 最好要大于一个亿以上。 好, 那么满足以上三个条件的个股啊, 我们就可以重点关注。 然后呢, 再去结合基本面, 技术面, 或者是当前市场的热点, 进行综合的判断。 我们可以逢第一步举, 相信呢会有不错的效果。 当然啊, 对于股价在高位出现机构洗位买入的个股啊, 我建议大家谨慎对待。 对了, 还有第四点, 也就是我最想说的一点啊, 关注吴爽老师的长文啊, 不知道怎么关注的朋友啊, 可以去留言区找一找。 好了啊, 那么我们周末的干货就到这里, 好, 大家周末愉快, 我们下期再见。